我 小鹿总 午餐饭就只是面包吗 快点吃 别噎着 谢谢 小陆总 是不是想吃点别的了 小陆总你 你怎么了 这面包这么好吃 都把你感动哭了 好普通啊 连这种面包 吃多了都这么难吃 凌瑞以前吃的该有多难受 来 别闲着 赶紧吃 好 我们两个要选出一个面包之王 我要在凌瑞出扎回来的时候 马上买给他吃 你这是要被林医生一苦思甜 怎么能是一苦思甜呢 我身上美好的口感 替换掉他曾经不好的记忆 不不不 小陆总 人生呢有千百万种美好滋味 吃面包 绝对不会是林医生的理想 你变聪明了 吃面包怎么会是一个人的人生理想 我现在就写一封百万年薪制服计划书 小陆总 能不能先给我写一个啊 太慢了 要不给大家果分 财产 不让搞犯清算一下 不行不行不行 你今天会把林医生吓到的 小姑娘你还小 我正在给他慢慢的安全感 和年车感 绝对 以前我一直以为林瑞 是一个温暖的人 原来她以前有过那样的日子 小陆总 我不会生病了吧 你干吗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爱林医生爱得很深啊 别告诉我你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小陆总 你知道你在干吗吧 我 我就是 照顾我将来孩子的父亲 小孩的父亲心情好了 生出来的宝宝心情才会好 我是从精英的角度考虑的 我这么跟您说吧 就算您现在骗林医生不生孩子了 可是以后呢 生孩子就是林医生不喜欢干的事 你也要逼他吗 陆总 谈过恋爱吗 你不会是母胎solo吧 什么solo 母胎 什么意思啊 就是 自打你出生以后 就没谈过恋爱的意思 怎么可能 那您跟我说说您谈过几个 不然我就不信 这么多啊 一个 严格意义上来说一点五 怎么还有零点五呢 就是那种 她以为在跟我谈恋爱 但其实我是拿她做课题 她家是卖酱油的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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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派 剩下那个呢 那个真的是正儿八经谈恋爱 后来 因为某些原因分开的时候 我还有一点伤心 那会儿她跟我表白 还送我一盒巧克力 我还回礼了 那您回送什么了 我不知道 您买过没有 就那种贴纸 鼓鼓的那种 不是瓶子那种 我记得那会儿挺贵的 五块钱你 因为您买过吗 我买过 那是您几岁时候的事呢 七岁还不八岁 记不清了 三年级左右 这怎么能交算呢 这都不算呀 那什么才算爱呀 爱不就是我 她 你回来了 我在做饭 好 怎么了 你真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航空管制 是 学校老航班 就开了一天的电话会议 你在做饭啊 回来的路上 顺便买了一点青菜 那你今天怎么样 工作顺利吗 挺顺利的 和专攻一线疾病的专家 交流了许多新的技术 听说德国那边 有了新的辅助治疗手段 都有了治愈成功的案例 特别开心 我聊这些 你会不会觉得无聊 不会 不会不会 我很喜欢听 还开什么了 和同事吃了个午饭 下午就简单地交流了一下 就没什么 你呢 我 就是忙赚钱呗 没什么好收的 你今天工作一天应该蛮辛苦的 要不别做饭了 我们出去吃吧 我请客 你想吃日料还是法餐 你喜欢吃什么 我都可以 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感觉 我愿意为他们做饭 我不会觉得饭 那我也喜欢 你今天怎么了 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你哭过了 不是 可能是因为那个 我这两天没休息好 我想也是 没有人敢欺负你 只有你会欺负我 没什么 凌蕊 凌蕊 我今天特别 特别特别特别想抱抱你 我能抱抱你吗 我先拿点菜 嗯 汪凌 你今天怎么像个小朋友啊 别这样了 我没法做饭了 没关系 你坐吧 方妮 来 过来 来 站好 靠墙 别动啊 怎么了 你干吗 怎么 怎么了 贴着 别让它掉下来 拿着 等好了 别动啊 饭很快就好 再稍微等等 快一点 你 你这样 我动不了了 我动 就是要让你动不了 不然我怎么做饭 那 什么样才能算 爱呢 爱就是有一个人 你会刮心她开不开心 所有的心虚 都被她牵扯着 爱就是有一个人 她确定不是个傻子吗 不愿强求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情 想帮她实现一切的心愿 想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都给她 李睿 妈 我想正式通知你 我想和你 从结婚开始 我去开门 没事儿 我去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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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芳妮 你这是逼良为差 唐萍萍 你来我家发什么疯牛病 我真没有想到 居然用他们家的债务 来逼她跟你结婚 我警告你哦 诽谤罪也是罪哦 我没有诽谤啊 我都知道了 你们两个的婚姻 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不说话了 承认了 闭嘴 你用钱逼她 你对她根本就没有真心 谁给你权利 让你肆意揣测我的感情呢 唐萍萍 你给我听好了 我和林芮怎么相识的 跟你没有关系 而且我告诉你 我对她是真心的 只要她开心呢 我就会开心 她不开心 我就会努力让她开心 我不会让她做任何 她不喜欢做的事情 相反 我会把我最珍贵的东西 全部给她 我陆芳妮从小到大 第一次知道 什么叫做真心爱一个人 对 没错 我爱她 你爱她 我对你是三心爱意 听自信 绝对不是三心而已 要专心 爱的一心疯 终于瘦出来了 舒服 我有瘦瘦 我有瘦瘦 唐小姐 我和芳妮的婚姻很幸福 要学关神 别虐狗了 满意了 现在 请你 出去 送客 把门关上 在我世界里面 在我世界里面 陆芳妮 你等着瞧 我一定会把林芳 抢回来的 我不会输给你的 尽量会如此的动心 我已不开眼睛 去瞧着你 赶我走 总有一天 也会留到你陆芳妮的 好 哼 你不讨厌吃青菜了 那我明天多买点 没有 随便 我都可以 李芳妮 李芳妮 你就没什么别的想说了 别的 针对今天晚上我对你的表白 你没什么想说呢 他不是为了让躺平放弃 故意找的理由吗 我让他放弃 我有一万种理由 我犯得着说这种话吗 或许 这是最方便的一种 林芳你看着我 看着我 那我现在郑重地 再告诉你一次 我爱你 这种话 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这一次 我陆芳妮对你林芳是认真的 我是真心的 不 你只是一时冲动 跟躺平吐气罢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 但杀一个人 不是这么随便的事 我吃饱了 先回房间 你待会吃完了告诉我 我来收拾 我来收拾 你那么笨 谁要跟你伸孩子呀 自作念不可或 你怎么不可或 我这一次 我陆芳妮对你林芳是认真的 我是真心的 我这一次 我陆芳妮对你林芳是认真的 都试过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呀 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呀